大家好,我是艾蒂,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玩摄影除了相机和镜头比较烧钱之外 插片滤镜系统是我认为另外一个比较烧钱的设备 买错的话呢,浪费钱 而使用错误的话呢,会导致拍摄的失败 我使用插片滤镜系统呢,已经有几年了 从最早的摇黑卡到GND渐变滤镜 再到后来的ND减光滤镜,以及CPL偏光滤镜 光听听这些名字呀,就已经非常有距离感了 为了让大家在前期拍摄的时候 避免一些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今天呢,我就来分享一下 在使用插片滤镜系统的时候 可能会容易犯的一些错误 很多人在选择和购买插片滤镜系统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疑惑 确实啊,市面上能选择的品牌和型号确实有点太多了 今天呢,我也顺便来讲解一下 关于滤镜系统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插片滤镜呢,一共有三个不同的尺寸 每一种不同的尺寸呢 都是以滤镜的宽度来命名的 也就是75毫米,100毫米,以及150毫米 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方便的应用在不同尺寸的相机传感器上 这样一来呢,就可以非常合理有效的降低制作成本 以及它的零售价格 尺寸越小,当然也就越便宜了 所以75毫米呢,是三个系统当中价格最低的 它主要是应用在43系统 也就是4 third system 以奥林巴斯的相机为主 以及一些老式的胶片相机 100毫米是最主流的尺寸 基本上可以覆盖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相机 我呢,也是使用这个系统的 还有呢,就是150毫米系统 如果你使用的是超光角镜头 那就不得不选择这个尺寸了 对,就是那些大灯泡镜头 由于超光角覆盖的面积太广 100毫米没有办法覆盖这么大的面积 拍出来会有很大的暗角 所以该买哪个系统呢 完全是取决于你现在手头上 最大的那个广角镜头的尺寸 如果手上没有灯泡头 或者未来呢,也没有打算购买灯泡头的话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上150的滤镜系统 因为这个系统的镜片很贵 并且呢,体积非常的大 不方便携带 富士相机里边呢 现在只有8-16一个镜头 需要使用150毫米的滤镜 所以呢,这也是我迟迟没有剁手去买这个镜头的原因 为了一个镜头去换整个的滤镜系统 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划算的选择 确定了购买滤镜的系统之后呢 还有一个东西需要选择 那就是滤镜架的转接口 也就是这样一个拧在相机镜头上 然后安装滤镜架的这么一个转接环 通常在购买滤镜架的时候呢 都会赠送这样一个转接环 但是呢,需要选择它的尺寸 那买什么样的尺寸呢 我建议购买现在自己手头上 所有镜头当中直径最大的这个镜头 以它的尺寸为标准 比如我的镜头呢 有77毫米 67以及62 那我在选择滤镜架接口的时候呢 就应该选择77毫米的这个 滤镜下接环单买的话呢 其实价钱还是挺高的 比如我这个接环单买的话 需要57美金一个 如果我给每一个镜头 都配这么一个接环的话 那成本就相当的高了 其实啊,完全没有必要 我们可以配这样的一个转接口 来解决这个问题 每一个呢,单价只需要几块钱 在使用的时候呢 只需要购买另外一个镜头的尺寸 然后将它转接到 77毫米的这个接环上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另外两个镜头 购买两个这样的便宜的转接环 就可以使用这一套滤镜系统了 所以在使用转接环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不要叠加使用转接环 我看到有人把一整套的转接环 都接到镜头前一起使用 这可能看上去挺酷的 但是呢,对拍摄完全没有任何的帮助 反而会增加照片当中的按角 因为每增加一个转接环 都会延长镜头和滤镜之间的距离 所以千万不要叠加使用转接环 每一次只使用一个转接环就好了 ND减光滤镜可以说是我平时拍摄的一个好帮手 它可以用来让水面和瀑布能够拍出那种拉丝的效果 也可以让天空的云拍出那种抽象的意境 正因为是使用了ND滤镜 它让相机的快门变得更慢 曝光的时间拉长 最容易忽略的问题呢 就是在滤镜的侧面出现漏光 特别是在白天拍摄长曝光的时候 或者是在晚上拍摄的环境当中 有周围的光源 特别是顶上的路灯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 所以我自己做了这样一个遮光布 平时拍摄的时候呢 就把它照在镜头和滤镜上 用来遮挡 从侧面缝隙进入镜头的漏光 我现在的拍摄呢 基本上百分百都会使用这个遮光布 所以呢也是这个原因呢 我现在不再使用这样的滤镜系统了 我会比较喜欢使用这种 有遮光罩的滤镜系统 使用这个带有遮光罩的滤镜架的好处呢 就是我这个遮光布呢 可以照在这个滤镜架外边 而不会挡住镜头 插片滤镜相比圆形滤镜来讲 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在于它可以同时使用两片 或者是三片滤镜 在滤镜架上边呢 有好几个插槽 但如果是在拍摄的时候呢 只使用一片滤镜的情况下 应该选择最贴近镜头的这个插槽 一来呢是为了防止插槽侧面的漏光 二呢是为了让镜片与镜头更贴合 来减少暗角的出现 特别是在使用广角镜头的时候 就更容易出现暗角了 通常我在拍摄的时候呢 只会使用最多两片滤镜 所以呢我也不会安装三个插槽 插槽越多呢 也会导致暗角的出现 所以你的照片当中 如果出现了暗角 并且你使用了三个插槽 那么你就应该试一试 减少一个插槽 看一看 暗角可能就不会再出现了 在使用插片滤镜的时候呢 应当把镜头原来所安装的 这个优微滤镜取下来 尽管这些滤镜设计的初衷呢 是让画面零损伤 但是过多的叠加滤镜 也会导致画质的下降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呢 是如果你有一片六档的减光滤镜 和一个十档的减光滤镜 你有没有想过把它们同时叠加在一起使用 来达到更大的减光效果 是的 其实它们是可行的 但是呢 如果长期拍摄的话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购买一个十五档的减光滤镜 这样才能达到更高的画质效果 还有呢 就是千万不要买略质的减光滤镜 CPL偏光滤镜呢 它的用处是用来消除反光的 它可以消除水面的反光 让水看起来更清澈 也可以去掉建筑上玻璃的反光 而它的这种效果呢 其实是双向性的 有的时候呢 我们想保留反光 而有的时候呢 我们想去掉反光 所以啊 并不是拍摄什么 我们都要使用CPL滤镜 在广角镜头上使用CPL滤镜呢 需要特别注意暗角 特别是啊 滤镜的设计不够薄 或者是它的尺寸不够大 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暗角 在使用CPL滤镜拍摄白天的照片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效果 就是可以让天空变得更蓝 但是如果光线和相机 没有构成90度角的时候 这种效果呢 可以说非常的不明显 所以在使用CPL拍摄蓝天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天空的颜色是不是均匀 非常有可能出现一边很黑 一边很亮的状况 这种错误呢 可以说在后期 是完全没有办法弥补的 虽然插片滤镜系统的价钱非常的昂贵 但是它的更新淘汰的速度 还是非常的慢的 可以说一套系统能够使用几十年 我这样的一套系统呢 当初是购买的二手国产的 到现在可能用了有六七年吧 现在看起来还和当时刚购买的时候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和这个架子当时一起购买的呢 还有这个0.9的软件变滤镜 到现在呢 还在服役当中 跟着我一起拍摄了大量的城市风光的照片 插片滤镜是我觉得非常好玩的一个设备 它给我的摄影呢 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 在同一个场景当中使用不同的滤镜呢 可以获得不同的效果 总的来说呢 滤镜是控制快门速度的工具 不同的快门速度定格了时间的长短 所以获得了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如果你已经熟练的掌握了摄影技巧 但仍然觉得自己的照片太普通 可以尝试一下插片滤镜系统来找一找灵感 希望大家看完这篇攻略之后呢 在购买和使用插片滤镜的时候能够少走弯路 在拍摄的时候呢 能够获得更多的乐趣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我在这里分享我的旅行摄影技巧 以及后期的修图教程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